牙医DIY英国妇人用钳子拔掉自己的12颗牙齿 63岁的英国妇人Caroline Percy因为无力支付私人诊手的费用 也无法等待三年才能医院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牙医 于是她用钳子拔掉了自己的12颗牙齿 起诉大家以为这是一个骗局 因为63岁的Caroline Percy的故事看起来如此不真实 然而据英国ITV新闻台2月7日报道 这位居住在英格兰北部Skantrop的居民解释说 由于严重的牙齿问题后 无法获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牙医的治疗 她不得不自己用钳子拔掉 12颗牙齿 因为她没钱去私人诊手 她说我被告知要等上三年 面对ITV新闻记者的这一极端案例 英国卫生部长Victoria Atkins回答说 处于这种痛苦状态的人可以去医院的急诊科寻求帮助 这一建议立即在社交网络上遭到反驳 专业人士和普通市民都说 医院急诊科没有牙医 急诊处给病人止痛药 然后叫他们回家 感谢您的目标 会考虑下语